我是王承根 今年61岁 去年11月底接到法院的传票 我被83岁的父亲又再次告上法庭 论我索要医药费和护工费 这是我自50岁以来 第三次被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 我是真的觉得冤啊 我出生在浙江一个偏远的贫困小山村 我们村在大山深处 小时候没有通路 走到自己的父亲 寄近的村子都要一个多小时 我三岁的时候 母亲因病去世 很快父亲也丢下我 离开了老家 说是去外地打工挣钱 可这一去就杳无音讯 二十多年都没有见过她 三岁以后 我就跟着奶奶生活 奶奶眼睛不是很好 手脚栽也不麻利 挣的公分都不能解决我们俩的温饱 幸好几个外家的姑姑 多少会帮衬一点 因为家里穷 加上奶奶身体又不好 所以我只上了三年学就不读书 回家帮着奶奶下地干活 十二岁的时候 奶奶在下地干活的时候摔了一脚 躺在床上不能动 家里又没钱送她去医院 只能托人去卫生院 开几片止疼药 请村里的土廊中看看 地里的火我能做 可烧菜做饭 一项都是奶奶做的 我只负责烧火 奶奶刚倒下的时候 我刚开始真是手忙脚乱 每天只能吃烧糊掉的面疙瘩 幸好邻居们都很心疼我这个 从小无父无母的小孩 只要有空都会帮我 教我怎么做饭 我下地干活的时候 也会顺便照看我奶奶 十三岁的时候 并没一年多的奶奶 还是没能熬过去 没等我长大 让她过好日子 就离开了人间 奶奶去世后 我一直想办法托人找父亲 可父亲始终没有出现过 奶奶去世后 我无依无靠 很多时候都靠着村里人的 救济过日子 十五岁的时候 我跟那村里人 去了外省打工赚钱 因为没有文化 所以我也只能做体力活 刚开始 在工地做小工 做了几年 一起干活的一个女娅公 看我做事卖力气 从来不偷懒 收了我做徒弟 教了我一些手艺 有了手艺以后 我的工资也慢慢高了起来 在外面打拼了十多年 也攒了一些钱 我决定回村修缮装修一下 奶奶留下来的老房子 有了房子以后 我也可以结婚生子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回村才发现 我那二十多年 没见过面对父亲回来了 奶奶留下的老房子 他带着他后来娶的妻子 和三的妻子女住在那里 我也不想当他争 毕竟他是奶奶的儿子 村里也体谅我 分了我一块宅基地 靠着自己多年打工赚来的钱 我也总算在村里 盖起了一幢二层楼房 并娶妻生子 在此期间 父亲一点表示 东美 好像我不是他儿子一样 三岁父亲离开我以后 二十多年没有见母念我 说不想见父亲是假的 平时在村里 看那小伙伴有父亲躺 我是很羡慕的 原本以为 这次父亲回来 总会记得我这个儿子的 没想到是我奢望了 我造的房子 离父亲住的地方 只相差几百米 可这么多年 我们硬是没有碰到过 也没有说过话 他眼里没有我这个儿子 那我这个儿子 也不会赖着他 父亲回村以后 生活全部围绕着 暗婚妻子 和他的三的子女展开 我这亲生儿子 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虽然我们是亲父子 但是却是一对 形同陌路的父子 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 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如果不是十年前 突然被父亲告上法庭 我还以为 自己一生都不会再 和父亲有任何交集 十一年前五十岁的我 被父亲一纸诉状 告上法庭 当我接到法院的传票时 我一头雾水 在知道事情的缘由后 我真的是挺愤怒的 原来是父亲觉得自己老啊 我这个亲生儿子 得赛养他了 我对这个亲生父亲 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愤怒 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个从未抚养过自己 给过自己任何关爱的父亲 是怎么好意思 向自己提出赛养义务的 而且都不是事先跟我沟通 而是直接把我告上法院 他都没抚养过我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付他赛养费呢 因此第一时间我就拒绝了 他要我付赛养费的要求 也没有出席法院的庭审 尽管我没有出席法院的庭审 可法院还是做出判决 这也让我知道 因为他是生我的人 所以我必须有赛养他的义务 我逃避也没有用 尽管自己的生活困难 但我也根据法院的判决 每年付他2400块的赛养费 造房子的时候 我就借了一些钱 接着娶妻生子 又借了些钱 虽然一直在外面打工 但家里的经济 一直挺紧张困难 孩子一天天长大 得挣钱给他娶媳妇 手上一直不宽裕 又接到了 要比父亲赛养费的判决 由于重的钱不多 家里的日子 一直过得挺急居 我和妻子的感情也很一般 因为给父亲的赛养费问题 我们俩又出现了分歧 妻子觉得 父亲都没有管过我 我根本不应该出赛养费 所以在我知道答应给赛养费后 我们俩就争吵得断 儿子结婚后 妻子第一时间和我提了离婚 我离开了老家 去了镇上租房过日子 年纪大了 力气也没钱好 工作也不好找 我只能买了一辆小退车 卖起了烤红薯和烤玉米 收入不多 又要租房子 日子过得挺艰难 可不管过得再苦再累 每一年的赛养费 我都会打点父亲 不为别的 只是不想再和父亲产生任何纠葛 没想到十年后 我六十岁的时候 我第二次被父亲告上法院 父亲说 现在物价飞涨 我每年2400元的赛养费 根本不够他生活 因此他要求 我将每年2400元的赛养费 提升至每年一万五千元 我每个月的收入不是很稳定 除去吃饭 房租 各项开销 一个月 C多 只能存得一两千 我都六十岁了 也得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做打算 父亲的世子大开口 让我很恼火 第一次被父亲告上法院的时候 我本来稀释宁人的想法 也想着自己总归是父亲生的 怎么的 也得还他的生育之恩 也省得跟他纠缠不清 没有想到我的忍耀 好像给了父亲一种 我好拿捏 很好说话的错觉 这次竟然一开就 竟把赛养费 从2400元 升到了一万五千元 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我明确地跟父亲表示 这笔钱 我是不会出的 如果他坚决要闹 那每年的2400元 我都不会出 更何况以我先带的能力 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父亲只是想把我往死里逼 再说 父亲又没养过我 又没跟我住一起 他是跟他的二婚妻子 还有他的几个妻子女 住在一起的 为什么不让他的妻子女 晒养他呢 可法院的法官却说 父亲等他二婚妻子 领结婚众的时候 继母的三的子女都已经成年 妻子女没有赛养父亲的责任 尽管我跟法官说了自己的困难 也多次强调 父亲三岁以后就没有抚养过我 可无论我怎么理论 也逃不开他 是我亲生父亲就有怪劝 法院也考虑了我的综合能力 西中判决我每年 给父亲六千元赛养费 一年六千 一个月五百块 我烤红薯的生意十好十坏 有季节性 我也不能保证每个月都拿得出 我也只能找儿子帮忙 在我拿不出钱的时候 让儿子帮我付赛养费 给他名义上爷爷 儿子倒是也没有推托 答应帮我出这笔钱 这样我十分愧疚 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点儿子添麻烦 我以为协商好 我又能回到以往平静的生活 没想到这次平静的生活 才过了几个月 我又第三次被父亲告上法院 这次父亲的诉求是 让我支付他生病住院期间 自费部分的住院费和护工费 这一次父亲要的是两万一千多 其中一万六千多是自费的钱 五千元是给继母的护工费 看到要给继母护工费 我终于明白 父亲一次一次帮我告上法庭 应该有继母的手笔 我原本对父亲没有过一丝期待 也从来没有对他提出过要求 原本想的毕竟我是他生的 他年纪大了 养他也是我这个儿子应该的 可他一次一次地逼着我 让我心有一计 想得奶奶的房子 还被他和他妻子一家住着 于是我对他说 你想让我养你 让我出一道费都可以 但你要把家里的老闸还给我 那房子是我奶奶留下的 不料父亲却说 那房子可没你的份 我早已经把那房子过户 给了我的继子 父亲的厚颜无耻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自己亲生儿子不用养 好处偏爱都给了继子 责任跟义务 却全部退给我这个儿子 我是只能尽义务 不能享受权利的 这是什么道理 既然你把房子给了你的继子 但你就找你继子要医药费 我冷冷地对父亲说 转身就想走 没想到继母却一把拉住了我 说那的老宅不是赠送给他儿子的 而是卖给他儿子抵债的 继母说 父亲早年间生病住院 花了不少钱 全都是他儿子出的 因为父亲还不上钱 所以才把老房子抵押给他儿子的 这只是继母的一面之词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可我知道 在我缺失父爱的这几十年间 父亲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 金钱都花在了他的继子身上 继母却说 父亲这些年根本就没有钱 给他和他儿子 这些年都是他和他儿子养的父亲 我们三方各执一词 法官秉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再次去到我生活的村子 进行了深入的走访调查 村里的很多老人都知道 前因后 也都知道 父亲在我三岁以后 就对我不管不顾 大家都觉得 父亲既然没有抚养过我长大 他老了 我也没有义务去晒养他 如果要找人晒养他 应该找继承他房子的继子才是 法官也考虑到了村民的说法 觉得继母作为父亲的妻子 有责任和义务看护他 不应该收获工费 我的经济状况也摆在这里 我也出过晒养费 一般六千多元的医药费 法官让我出六千五百元 我也不知道 父亲会不会再次把我告上法院 三次被告的精密 让我深感疲惫 心中的委屈 根本无从释放 我想明白 世界上怎么会有像自己父亲这样 自私透顶的人 我也知道 我总归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他给了我生命 赡养他是我的义务 哪怕他没有抚养过我 我吃了多辣子 我吃的